那什麼事 這樣可以殺口紅 沒有 剛偷布 因為我現在近視 1200 度 所以我完全看不到 然後也不敢帶眼鏡出門 因為鏡片超厚 今天有要去走鐘獎嗎 沒有吧 沒有 我只走金馬 沒有啦 走鐘獎就是一個很棒的平台 因為畢竟就是 YouTuber 他們也需要頒獎典禮 這樣讓大家會更努力 對 但是你不需要 你就金馬就好了 對啊 鍾明軒今天會去嗎 感覺他好像是報金取獎 我有一搭 超難聽 不行啦 我唱歌真的不行啦 我聽也是公平的 牙齒不慘 像是做全食罐吃油條 然後掉賽 我現在會很醜嗎 導演 超美 超美 Keylai 你認真 真真美 他美膚一下就好了 就知道炸 我覺得我今天這一件應該 現場沒有人尬了過我 欸 他們貓 他們現在幫你拉 你們不能抓 你們不能抓 貓我很喜歡抓這種網 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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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變成他的鍋欸 對啊 這裡變成他的功夫法 我要先把它藏起來 放黃藏起來 放黃藏起來 等下它破掉 不要一直進 拍刀了 拍刀 不要一直進 然後歐巴很重 你選手曾經在那邊 在那邊殺人啊 那裡 你有想好得獎感嗎 我要讓現場出了男性YouTuber 看我都大網 你現在假裝得獎了 最佳終身成就獎 華為恩 然後我已經把我斬下那個 我下面做完的畫面 哈哈哈哈 還知道其實我交代你講哪一句嗎 我知道 我覺得呢 今天可以來參加這個大新的走重獎啊 真的是很開心 然後在場的各位 我好帥 怎麼會這樣 好帥喔 好了 直接走了 不用等他了 好擠喔 那吳 你剛剛是怎麼擠進去的啊 我叫他坐在後面 想要打開一點 啊 我記得 我回憶畫面 是我們三四個人在下面 一二三 然後給他推上去 好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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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啦 我第一年來 我就當作在見習 明年如果真的又爆上的話 我就給你們好看 唉唷 不好意思 我們可以趁你們流量一下嗎 是黃氏兄弟的嘖嘖啦 黃氏兄弟太緊張了 因為我真的很少做這種 訪問Youtuber的系列 我是不是都沒有上過你頻道 因為我認識的都很久 可是我就是很 可是我就是很 也不是就是還沒有符合的主題 因為我自己還沒出寫真啊 有人出到第二本了啊 你們不搞笑嗎 對啊 我們就喜歡露出這樣子 你也知道他的身材這邊OK 所以他的V可以拉到快要速記 那我們這邊不OK 所以我只拉到這裡就好了 那我可以稍微抹摸一下嗎 可以可以 真的有在練 是挺的 而且這邊是有凹槽的 大家真的寫真可以去買起來 就可以看到這個結麻板 OK 我看到了 小寶 小寶應該沒有在旁邊吧 好啦 謝謝你 謝謝 我還要握手 跟哥哥賭看看 天啊 謝謝啦 因為我第一次做這種 我就是在麻煩別人很不好意思 好像第一次見面一樣 沒事 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 還在尷尬多久 通常訪問完要怎麼決賽 你教我 好啦 我們下次見 好 那我 去訪問下一個囉 好 那我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去訪問下一個 辣弟弟啦 辣弟弟還沒看到 辣弟弟有想要朝向哥哥的身材前進嗎 有點難 因為那個是瘦子 所以其實是很難吃肉 很容易吃胖的人 他們會覺得減肥很累 對 可是對於吃不胖的人會覺得吃胖很累 完蛋 這句話就很多人說 吃不胖什麼意思 然後你們覺得很累 就什麼意思 欸怎麼會這樣子 來胖舞你過來 他人聽到難道胖是一種罪 對啊 這首歌曲沒有抱著獎嗎 真的耶 沒有抱著獎 我忘記抱著獎 到底在幹嘛 對啊 胖舞最佳修音獎 沒有吃到嗎 今天應該是要頒給那個修音師 對啊 感謝生友 沒有 不敢再試 你來替修音師拿獎 然後給他這樣子 謝謝你 他要幹嘛 沒有啊 就是剩下所有Youtuber的東西 我以前不幹這種事 加入他們公司 他們就叫我一直拍Youtube影片 真的齁 我真的心很累 我想說我都已經財富自由了 我來看這種事情 真的假的 什麼 那我們謝謝魚乾 我繼續去找下一位Youtuber 我看還要蹭誰 真的啊 不好意思蔡某 怎麼了 你真的叫蔡某嗎 對 大家好 蔡某 請問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睡覺 好 謝謝蔡某 讓他進去睡覺 蔡某我問你一個禮拜上幾支片 2吧 欸好厲害喔 我一個禮拜一支我就說 欸不要這麼平衡 我們可不可以像忠明軒一樣 想拍再拍 不要為了拍而拍 可以啊 可以 要高瀏覽時找到對個主題 對個主題你就持續做這樣 還是你們啦 這樣就高瀏覽嗎 不行啦 蔡某你可以嗎 那魚乾你OK嗎 他可以啊 他可以跟你拿雞 我說他可以跟你 嚇死我了 他可以跟你拿雞 想說有一個爆點在裡面的撿破口 有得亮了 有得亮了 因為我覺得訪問內容實在太無聊了 我們現在來看小Ella等一下要如何走秀 走給大家看一次 來自台灣的小Ella 第三屆 謝謝 可愛 你要不要去拿雞 你趕快點 好 很光線 把雞巨人 眼看 嘩 嘩 歸位 未來的 未來的 還是要做什麼 欸 我跟你講 我們其實有在家裡練習 來直接我們走一次 歡迎小 hurt 很快,好快喔 所以他第一組 有專業他們剩下來拍一張 好香喔 超臭喔 好香喔 凱哥 凱哥 好香喔 香啊 香啊不行 你的香水很棒怎麼辦 好香喔 那是你 對 好久不見耶 King 你的情緒也太大了吧 你光看到有人在拍是不是 你就感覺到 就突然熱情是不是 趕快秀 趕快做起來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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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已經冷靜先跟你打招呼 我看到 我看到 而且其實我是先看到你 真的嗎 快試試看見到你 我看到 這是不是你 而且很好看 對耶 而且我還不只拍一張 因為風景都很漂亮 然後要搭配你 如果今天是KID坐在那邊 我可能就不拍了 你知道我已經冷靜先跟你打招呼 我看到 我看到 而且其實我是先看到你 記得聚和蘭 還是林靜教我怎麼用IG 喔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教超多人怎麼用IG 然後叫他一定要多經營 就是你要拉近你跟人家的距離 就是用線動 他會覺得更接近你私密的地方 當然更私密就沒辦法PO 對 帳號會不見 鄰居上 泰哥 好過不見 我們那時候一起在 荷蘭 喜歡的道具 很開心 很開心 印象都會深 多久了 你看看 四年前 我剛才翻相簿給他看 這玩得好開心 因為那時候他的側臉我有拍他 可是泰哥我就好像 好像 也有拍啦 也有 對不對 對啊 怎麼會讓泰哥自己過來打招呼 沒有沒有 我剛好好像有看到你 然後我看就 你坐在旁邊我怕他拍水 然後他就打了我 然後看到他有過來我就過來 我跟你講人都會拍水 我一進來就看到旁邊都是女生包著你 我想說是有叫小姐嗎 都已經叫好了 都已經叫好了 都喘好了啦 因為我最近有點重心 又往Youtube那邊 不是你應該炸的 應該要往Youtube 未來的時代誰說得準對不對 就突然間一個轉變 對啊 以前大家也想要往電視衝啊 想衝到Netflix去 對啊 邰哥你要拍Netflix記得戴上我 我願意為你拔石拔尿 我到那個時候應該是 應該是白虎啊吧 應該是白虎啊 可以 欸 怎麼會這樣 這次在拍那個專門老人生 不是 不是 還跟你這麼身體強健的人 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把每一天當最後一天再用 這樣就對了 啊 現在這個頻道 是主要拍一些什麼生活系 主要 什麼都拍 有熱度就秤 那能拍就拍 那能撐到10分鐘最好 啊 謝謝你大概幫我Kanel三分鐘 有三分鐘 差不多了啦 我覺得你算地頭蛇 我現在在問別人 我也覺得說 我都問過邰哥了 有 對不對 那邰哥在那去問誰 邰哥啦 邰哥啦 邰哥那你開心的 沒辦法啦 直男訪問直男也比較適合 怕你去問女生 女生又覺得不舒服 我是覺得不會啦 不會啦 因為我女生的心裡 我看到邰哥是 是會噴水的 不會 就是冒汗緊張 那種水 太飽 邰哥回來 好啦 我們謝謝邰哥 我們去訪問下一位 謝謝邰哥 謝謝 欸 這樣起來 撤一下喔 你們今天這麼漂亮 到底是不是要在這裡 直接求婚了呢 戒指 我戴給你 沒有 有 你每次都是你 因為我們今天 其實來這邊 想要看著很多 新的創作者 生長 我們是帶著祝福啦 舊的創作者 欸 對我啦 看著舊的創作者 墮落都浪 沒有啦 舊的創作者 烙印在我的心中啦 跟你講 不可能會變舊的創作者 因為如果你真的變舊的創作者 今天你不會在這裡 啊 對耶 而且是我第一次參加 我也是 越好看就是 越尊重大家 對 對 尊重這個活動 打扮是一個禮貌 也是一個尊重 欸真的 這個時尚時尚時尚最時尚 沒有啦 好像不定是時尚 因為很時尚 因為是拿物貨大會時尚 對 好 那你們好好介紹一下 好 那 我覺得我們兩兄弟逛街 還沒有 然後就 你沒有傳到 所以這次有說 手中獎呢 我覺得就是要 複雞 你們要爪爪 我要爪爪 好 要爪爪 好 要爪爪 下次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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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九妹有沒有碰 欸 真的沒碰 真的沒碰 所有人開箱所經濟的 我看過下去 好 看有空 我跟你講 誰一定沒有開箱 但是有等級 蛤 真 來來 快 不要不要開箱 不要不要一句話 我可以頻道現本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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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好奇 但也 但真的不太敢開 那你想要看你 那我 你剛剛有給很多人看嗎 跟你講百萬訂閱了 在幹嘛 還醒欸 緊不緊 我就不知道 但是看起來很乾淨 很自然 所以你有力 你覺得他的包是奢華還是平價 我覺得應該是奢華的 應該很乾淨 很乾淨就很乾淨 對 因為如果毛很多很雜亂 就覺得好像是平價的 所以 很乾淨 很乾淨 我們現在去訪問阿翰跟王大謙 因為我覺得他們兩個其實長滿像的 欸 我跟你講 大謙真的摘掉眼鏡會一度認不出來他是誰 因為今天特別有上眼妝還都不用戴啊 你阿嬤怎麼沒有來 你說人生貢獻獎嗎 就可以尬掉小A啦 沒有 好 你繼續訪問 我想要問一下大謙 你今天以什麼主題穿著你今天的打扮 我今天就以一個馬戲團的風格來聽到這個聲音 所以你是訓獸師還是被訓 我覺得來管教大家的 你的皮鞭呢 皮鞭 是不是藏在褲檔裡 那阿翰呢 我是最沒風格 因為我今天回歸於沒有模仿的狀態 那今天這身打扮你自己準備還是別人幫你準備 我自己準備我繼續去挑 然後他其他給我有些有顏色 我就覺得太聰了 我就選黑色 你現在是在說大謙嗎 那我在說他 開玩笑 我覺得你才是夫生欸 好啦 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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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設計嗎 Walky Boy 都來了 還有Walky Girl 育圈 欸 好久不見 你就是不理我欸 怎麼啦 他們少不用理的 梅拉比較少見 我問他就好了 人家IG100多萬 那邊流量保證 對啊 流量保證 流量密碼 我終於看到尬過小A啦的打扮了 這一集主題就是趁Youtuber流量 沒有任何主題 可以可以 盡量趁 盡量趁 哈哈 來 易叔叔 你們打個招呼 你們打個招呼 他說我跟誰最熟 怎樣的 跟我最熟 因為我們一起拍過片 小孩想做什麼 就支持他 幫助他 不要阻礙他 記得一定 臨近父親的頻道 記得訂閱那隊爸媽 對 讓他破百萬 謝謝 謝謝 那隊爸媽 謝謝你 謝謝 當耶 恩人 超懂 很不妨懷 不要這樣叫我 嘿嘿嘿嘿 嘿嘿嘿 曾經當過你恩人 他可能是那時候臉書當紅時期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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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介紹一下Youtuber圈 有誰也很厲害的 介紹給我的書 很厲害的喔 好啦 我跟你講我遇到厲害的人 你等著 鏡頭給我帶過來 我等一下就攔截他 欸 不知道好久不見欸 很開心見到你的耶 我也問到明杞哥 Albert 帥帥帥 很 elves 我有問到喔 真的阿 順便過來 唉達哥 就這樣繞一圈有沒有順其自然 來得一個措手不及 對對對 哪今天怎麼會來參加這個 都說我有入圍 會不會覺得你很失禮 不會啊 因為我是沒有偷稿 也沒有入圍的 那真的假的 對 所以應該是我問你 那你今天怎麼會來這裡 我今天呢就是因為Ella有報一個人生貢獻獎 那我就覺得她走紅台一定會緊張 所以我要來陪她 我覺得妳真的是要非常好 所以我是一個陪伴者 所以我就來了 來了還拍影片消費大家 厲不厲害 CP值有夠高的 好啦謝謝阿董 我們繼續訪問下一位 謝謝 掰掰 還是得訪問一下 恭喜你們連續都兩個獎欸 不好意思 欸很厲害欸 你要訪問有什麼啊 就是你看 楊成里多麼好消費 是 不是 是嗎 不是 不是 我是不知道什麼 我都會問我感謝她 真的很開心這樣子 好啦我跟你講 你上台發言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緊張 很緊張 真的很緊張 緊張到你本來想講了什麼 你沒有講下台很後悔的一句話 我覺得我忘記感謝我的家人了 因為他們其實 我剛剛就有聽別人 創作者得獎的講說 他 家人很支持他 其實我家人也是非常非常支持我的 好來 他就從這邊拍一拍好了 他哪些話沒講來悠悠 感謝我的老闆 給我這個機會 一直待在他的身邊 發光發熱的 還謝謝我的媽媽 對 對 要謝謝陳琳 最重要的是 對 對 謝謝 卡特你剛剛有沒有講到的嗎 我覺得就是 也是非常謝謝這個團隊 因為畢竟就是加入之後 帶來一些心血 在裡面跳舞的部分喔 帶來一些心血 帶來一些薪水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體諒 謝謝大家的體諒 帶來一些薪水 那剩緣呢 我覺得要謝謝就是 來試鏡的那些被我們整的那些人 對來被整人 他們真的沒有生氣 我覺得他們的非常好 其實心非常的寬 欸講真的 真的沒生 現場的人會超級緊張 一定會 有他們才有這些效果 沒錯 好厲害喔 謝謝 好啦 謝謝他們 謝謝 但是他一直講話 真的不是人看的耶 我後來發現我好像喜歡演戲耶 以後多用一些演戲的 是不是 我不要再聊天了 聊天好累喔 好 那我們今天 就是訪問先到這裡告一段落 哇 現場的氣氛很好耶 我覺得是看直播的朋友 感受不到現場氣氛的感動 我剛剛看這麼多得獎人上台發言 那真的是一件非常緊張的事情 而且你要面對這麼多的Youtuber 一定是很緊張的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跟台下的姊姊 小Ella彩排說 如果你等下得獎了 你要怎麼講 你要慢慢講 你不要急 如果得獎人 我一直在那邊跟他彩排彩排 我會說 姊姊你先上去 你想要扶到我 你再踢我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我陪你一起 你就牽著我的手 但是如果 就算我面對你身邊 我的心會跟隨著你 對 第三屆 走中獎頒獎典禮 最佳女主角得獎的是 小Ella 恭喜 透過影片真實傳達 讓大家自身經歷 帶給大家 忠於自己勇敢選擇的力量 我真的是沒有想到 我第一次參加走中獎 是要去泰國把雞雞送走 對 然後我真的很開心 然後 也有就是我的多年的好姐妹 至少認識了七八年 然後她從我沒有整形到現在 都一路上陪著我 讓我們歡迎一下林靜 對啊 你剛剛不在笑嗎 現在怎麼哭了 因為我參與過你的所有 有 你很討厭你男生時候的樣子 結果你第一個獎項是 最佳女主角 你做到了 我聽你很開心 對 然後同時我也謝謝蘇薇 有幫我就是拍攝那個變性的影片過程 然後也讓就是很多跨性別的姐妹 那我未來想要做自己的話 可以去得知到很多的知識 因為畢竟在跨性別要轉換性別 是比較少人會拍片給大家看的 對 然後希望就是台灣更加的加油 對於LGBT的族群 就是更加的贊同這樣 我不是要Cue你一句 如果得獎的話你一定要講 好 我覺得今天來參加走鐘獎的各位 YouTuber 或者是網紅 你們都沒有我屌 因為我連屌都不要了 謝謝 真的謝謝走鐘獎頒給我最佳女主角 那我剛剛忘記 在台上謝謝我媽 因為我媽從反對到自己 剛剛這個派的很大 也許別人會很在意 什麼政治 或者是性別 或者是各種敏感的話題 但在這裡 全部都不是問題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精神 然後 這也可能是我最後一次上台 在這裡致詞 這不是因為總統獎不敗 那是因為在未來的第四屆 第五屆 我們真正要做的努力 不再是讓這個獎 變成上班不要看 一個團體 一個組織 單獨去推動那個獎項 我們希望讓它更加的公共華 變成真正大家所專屬的獎項 這是我們未來兩屆必須要努力的目標 雖然我說它是大家所共有的 但是 生班不要看 永遠會在背後支持它 謝謝大家 欸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得到那個 就這樣女主角 因為我上前面的時候 因為我就是一直在看手機 然後就有一些酸民在下面留言說 一直發手機的事不會得獎 真的 我還是得到 欸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你學我啊 學我 去把機器切掉啊 你敢嗎 你不敢對不對 你看一下 好乾淨喔 開到這裡 這裡有什麼法力 這個就是一腳踢爆那些臭嘴巴酸民 踢到它流鼻子 踢到它的Size分之外 記得一定要訂閱小燕拉跟林姊的頻道喔 記得開啟小鈴鐺 還有要訂閱起來喔 對 每部影片都要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掰掰